我們把它亂完之後 delete掉 就把這個剛剛的這段程式 那其實你會發現真的是還蠻快的 這個比你塗法鏈光快太多了 而且如果你今天塗法鏈光明天還要再塗法鏈光 後天每天都要塗法鏈光 那浪費時間 可是程式一直行 瞬間就完成 但是有的時候程式快雖然快 但是有的時候可能難免會有一些bug 像我剛剛講的就是宜蘭縣下方這邊會有新竹市 那理論上比較正確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這個地方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放新竹市新竹市 這樣子 然後它的油力區號 這樣可能會比較精確一點點 也就是說呢 新竹市我要把它放兩個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地方也會出出來 是在那個什麼南投縣的下面這邊 會有個嘉義式 那一樣嘉義式可能也是要把它改成什麼 嘉義式 嘉義式 有沒有 然後呢再來就它的油力區號 類似像這樣的改法 可是問題要怎麼改呢 當然前提是 我們不要動原始資料 也不然原始資料每次 假設它又從網路上撈到 然後又是原來 那你要再改也是 不太OK 所以呢我們如果不能改原始資料的前提下 那就必須要改動程式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程式要怎麼改呢 那你就要思考一下 我們到底 剛剛這個地方 有做哪些事情 然後必須要加上什麼樣的判斷 那你在觀察這個資料 好像我們縣市的部分 其實它 我們前面邏輯是什麼 新竹縣好了 隔壁是空的 就是縣市的 但問題呢 它是縣市 可是它右邊又不是空的 所以變成怎麼樣呢 如果像這種狀況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可能會思考 就是在原來的一副 有沒有 那反之就是Ls 如果像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有沒有 我們是判斷說 B欄是不是空的 可是問題是這樣的邏輯 沒辦法滿足的話 那我的習慣 我會在底下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那怎麼另外再起一個邏輯判斷 其實很簡單喔 就是你再加一個一副 但問題是一個邏輯判斷裡面 不能有兩個以上的 這個一副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你在前面再加上一個Ls Ls一副 OK Ls一副就是說呢 我的第二個條件要是什麼 我第二個條件 因為我那個縣市這個邏輯 沒辦法滿足 所以呢 我應該怎麼變更比較OK呢 那我就把這個複製過來改比較快 Ls一副另外一種狀況喔 就是我的B欄裡面呢 不是空的 不是的話呢 這個是等於嘛 不是的話 記得是小於大於 這個叫不是 不是空的喔 第二個 而且 但是不是空的 那就是區嘛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確定說呢 它不是區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第二個條件是end 就是呢 而且 而且的話應該什麼 就是交集 第二個條件 就是說呢 它最右邊這個字喔 是縣市的市 因為嘉義市 跟新竹市 它有共通點 共通點是什麼 最右邊那個字 就是市 所以最右邊那個字怎麼去處 最右邊我們用write 有沒有 righht write write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話 就是sales idea的A欄 所以把這個複製過來 write 用這個改比較快 也就是說呢 那個A欄裡面的那個儲存格 痘點1 痘點1 痘點1的話是取 它右邊的一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這個 如果等於是 那表示就是我要的 ok 所以有兩個條件 所以我在程式裡面呢 多增加了一個條件 因為上面這個條件無法滿足的時候 那我就開第二個條件 如果第二個條件 如果 那這個條件的話呢 它是兩個 一定要同時為處 才為處 那哪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右邊儲存格 不是空的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尾巴這個字 一定要是是 剛好是嘉義市 跟新竹 所以完全滿足 那可是如果這個條件 發生的時候要做什麼呢 那就幫我call到那邊去的時候 那我們剛剛有講嘛 就是call過來的話 這邊就是把 他這個call到這邊來 等於是新竹市要call兩次啦 然後郵遞需要再call一次 現在怎麼call比較簡單 我直接拿這個來改 就是 這邊 把A欄新竹市call到D 那沒錯 然後再把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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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個 把A A其實也是新竹市 新竹市再call一次到E 然後再把什麼 郵遞區號再call到F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 我剛剛那個bug 我現在是多增加了這四行 就把它解掉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寫什麼 ok 所以啦 以後如果假如 你遇到那種資料 這個邏輯 相對複雜的話 那你就要想 如果第二個條件 那我再加一個alsif 他這兩個條件都要為處 ok 所以應該 可以自己在那邊 不等於空的 所以這個一定是不等於空的 這個右邊的這個字是是 這應該看得懂嗎 right A欄的一個字 是是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驗證看看 那驗證怎麼 驗證比較快 其實如果你現在這樣直接跑 但理論上應該會 我把這個先刪掉 當然呢 如果你直接這樣跑也ok 可是有可能會有bug 所以呢 一般我剛剛講我都按F8 那問題 如果你按F8的話 哇你會發現 這個可能要按很久 因為新竹室 要跑到那邊 在等很久 所以我另外有個方式 那我乾脆直接在alsif的這個下面 設個中段點好了 反正如果是新竹室 他就跑到這邊裡面 當然也有可能一種情況 這不跑進來 那表示你程式一定邏輯一定錯 好不管啦 反正我們先這邊 摘個中段點 然後讓他run一下 欸有沒有跑過來 有欸 那表示說呢 這邊 這個資料 新竹室 所以喔 我讓他停在這邊的時候 他就剛好 新竹室的地方 那剛剛的錯誤部分是 他是宜蘭縣 新竹室 然後300 那經過我家的這個邏輯判斷之後的話 有沒有看一下 新竹室 有了ok 然後呢在新竹室 也有了 然後在郵地區號 OK的 所以利用這三行 也就可以把bug解掉 當然這三行裡面 最關鍵的應該就是這一行 裡面的話其實有兩個邏輯 一個是 他隔壁 也一定要不是空的 另外的話呢 他這個A欄裡面的最右邊那個字 一定要是是 這兩個為處 好啊 就把資料call過來 所以呢 底下 為了他執行比較快 我把它全部執行完畢 那你可以看到 理論上那個桃園 那個不是 嘉義那個應該就解掉了 嘉義看看 南投這邊 嘉義 咦 嘉義四怎麼不見 咦 嘉義線 理論上剛剛這邊應該是有一個嘉義四 沒關係 理論上這個看起來 這個邏輯是通的啦 這是 是不是我 有把它刪掉嗎 沒有 怪的那個資料就不見了 搜尋看看 咦 嘉義四 咦 嘉義四的四應該也是 也是 也是吧 好啦 反正基本上 我是試過應該是有 可是為什麼突然不見 這個可能我再找一下 搜尋看看 要不要跳到下面 嘉義四嗎 C 嘉義線 他突然就是直接把它略過了 沒有耶 沒有耶 他略過 沒有耶 你現在是只有搜尋到三個 那三個圈前 沒有搜尋只有搜尋 只有搜尋 Ctrl F 是不是 你意思是這樣 尋找 沒有啊 就只有這個 好啦 反正再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 這個邏輯應該是通的 所以我 我就是在幫他跑 剛剛新竹是OK 新竹這邊是有跑 跑 然後再讓他跑一下 欸 嘉義有啊 可是嘉義跑到哪邊去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 176 所以176看一下 欸 這邊有啊 欸 難不成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K秒 加1 所以啊 後面的資料 把它蓋掉了 欸 可是問題新竹 新竹 有一個問題啊 新竹難道也會被蓋掉嗎 如果新竹被蓋掉的話 欸 對也被蓋掉 喔 所以喔 這邊 對 好 所以喔 還要再加1 啊 這個也是除錯的一個方法 那我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講啊 F8跟那個中斷點 因為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中斷點 每次同學喔 不會用中斷點 就直接一直執行 那執行就錯了 啊 錯了之後也找不到問題 然後要執行又還是錯 永遠都錯 所以像我的習慣喔 要不然我就是 鬆斷點這邊停一下 然後呢 再讓他F8 慢慢去看 讓他看一下 欸 然後去推銷 有時候Bug馬上就解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地方 其實我加了 應該不只四行 又多了一個K等於K加1 我看一下 雲端上 我寫的 這邊我沒有K等於K加1 所以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下 K等於K加1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對一下喔